进到草屯镇石川里的菩提兰园 一面而来便是一阵花香 时而浓郁时而清淡 赏花民众早就被艳丽的花色吸引 拿着手机一一记录 就很特别颜色跟它的花形都很漂亮 一般我们在外面花色 我没有看过这个 那我是在朋友家看到 他介绍我来这边选购 对那好像每一年只有在过年前才开放选购 所以特地过来 很棒一进来那个花香很吸引人 花开得很丰盛 看起来很喜气 想说买两三盆回家布置一下过年 30年前引进 在花费18年的时间进行品种驯化改良 让兰花适应台湾的气候 再研发出许多新品种 像最近刚露脸的熊猫品种 是园区主人近年来的得益之作 开始前身到今年大概有30年左右 民众来的时候 都会想说这花漂亮是怎么来分别 你穿这花漂亮就说 我们花漂亮的时候 哪有一张木耳 它以免疫度的话一张木耳 一张木耳打一张 我打一张就打一张 那它的花细又长 这就算是花费 像这颗的花费虽然它很长的来说 但是它翘翘它就没水了 这就算没水的花 新春的新 我们就那个厨西的休息 新春方面 我们从农历初一早上一大早就开门 都没有人家来参观 福利伟兰的花期可以长达三个月 在园区主人的细心照料之下 花色相当多元 不有变化 到园区内赏花相当舒压 福利伟兰花期正好在春节期间 园区主人不尝试 每年春节期间 揭开放兰园 让民众免费参观 喜欢赏花的民众可要把握时间前往 目睹福利伟兰的千交百态 接着六圣草屯采访报道